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多,小区停车是一个难题 为了缓解停车难,南京一个居民小区请来了交警出谋划策 位于光华路附近的三千福地小区建成于2008年 虽然有地下停车场,但车位不够用 而小区道路狭窄,只要有一辆车停在路上,其他车辆都走不了 光约车辆287辆车辆 当时里面小区车位只有150个车位 就是小区的未管理公司呢,他也无忌口使 竟然向我们打电话,报警,求助 最近二大队交警开始为小区内交通出谋划策 不仅在小区里合理安排停车位 还在三千福地小区里设置了单行线 车主进入小区后,只能往右侧道路行驶 绕行到居民楼外围的停车区域 如果要驶出小区,也只能在外围绕一圈 从左侧出来,形成一个右近左出的微循环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避免汇车时 因为道路狭窄造成的拥堵 也可以让小区楼洞中间位置空出来 给居民一个安全宽敞的休闲娱乐环境 这是很好的,像我们小区的话 比外面其他小区应该是很方便的 比方有的小区车多的到处都堆 经过交警规划以后,小区停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不过以后要怎么保持现在的良好状态 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,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